红秀柱提出新版本的证锁碎 国民党团立表支持 在今天特别是请到了财政部长张慎和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 还有央行总裁彭怀南 一块来召开了党政平台会议 至于要不要支持红秀柱的版本呢 张慎和表示 目前这三个版本优劣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不过在会后立委费洪泰表示 确定会拟出修改版本 下个会期会送到立法院修法 立拼在10月底之前完成立法程序 央行总裁彭怀南快步进入 不愿多回应 财政部长张慎和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随后也到场 国民党党团针对红秀柱提出新版证锁碎 招来财经三巨头召开党政平台会议 第一个可以达到租税公平 第二个可以达到财政的税收的公平 第三可以给股市适度的发展空间 所以金管会非常非常赞成 你这个版本这可能需要凝聚共识 我想因为版本都是见仁见智 不再坚持财政部长张慎和 做出让步关于证锁税有讨论空间 经过一个多小时协商 国民党立愿党团表示 财经三长愿意全力支持 红秀柱版本 也就是总税率千分之三不变 但分为证交税千分之2.5 证锁税千分之0.5 我们希望在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 当立法院总执行结束以后 我们在院会完成二三赌 财经三长国家代表队也通通都出炉 以致赞成红秀柱所提出的税改版本 搞定财经三长 接下来就是立拼在立法院开议结束后 完成二三赌 10月底前就要完成立法程序 我们会择起在9月15号开议之后 会尽快的尽快的召开一个党的大会 确认这样的一个党版 原则上我们会希望他直接进步了赌 拼证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抛出证锁税改革 如今获得财经三巨头点头打引力挺 但台湾经济怎么在长短兼顾标本并行中 走出谷底恐怕更重要 欢迎收看林俊田 吕佳恒 台北采访报道